本视频是在系统的介绍我对审美课程的规划 审美课的第一阶段 是系统的梳理过去人类历史上主流的视觉艺术 从原始到现代 从西方到东方 对其最重要的内核思想进行梳理 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很多作品我们可能曾经看到过 但未必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可我们一旦清楚了过去 就知道了自己当下在历史中的位置 你会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么多条艺术道路 那么我该选择哪一条 这就来到审美课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是从心理学的体系出发 结合艺术类的知识 帮助我们梳理内心理的审美规则 每个人的心理都有自己的审美倾向 但可能未必清楚这些倾向具体是什么 我们到底偏向哪种色彩 喜欢怎样的搭配 偏好哪几种集合和比例 我将会提供一整套系统的方法 和足够多的案例 来帮助大家了解这种找到自我的方法 当你开始回溯自我时 你会重新审视自己 慢慢觉察这些效果 真的是否是自己需要的 从而逐渐清楚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是 哪种艺术形式 此刻历史所呈现给你的道路 才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你才知道如何选择哪一条 然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第三阶段了 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艺术效果 也知道历史上出现过哪些艺术后 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系统的从过往的作品中 拆解出自己需要的技巧呢 这就是审美课第三阶段的任务 提供一种系统的分析拆解作品 并从中学习技巧的方法论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课程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将在明年和后年陆续取动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课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 你们付费支持我的课程 才让我不至于纯粹靠爱发电 我自己学画和教学生很多年了 这些年最大的收获 并不是我弄懂了那些绘画技巧的教授方法 而是有一些核心问题 它一直都无法回避 它出现在我教学生涯中的每一个时刻 那就是学画画到底是在学什么 什么才是一门艺术最重要的基础 我想我们基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艺术是表达艺术家想法或状态的一种手段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哪种手段呢 怎样的表达才是好的呢 写实艺术和抽象艺术到底谁更好 如何设计出我想要的角色 如何拍出自己喜欢的风格的照片 这些年下来 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学生 内心里都积累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追根溯源 就会发现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东西 一直在影响着 那个东西就是审美 审美其实就是一个人自我意识和人格特点 在艺术领域的一个展现 寻找风格的过程就是在寻找自我 每一个自我都是复杂的 既有共性的部分 又有他独特的经验 最完美的教学应该是因材施教 但是我看过的几乎所有的 视觉类的艺术教材 都是某些艺术家或老师 站在自己了解的审美风格里 去教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 甚至有的老师会对自己不了解 或不喜欢的艺术进行无情的抨击 为学生们规划出艺术的高下之分 很正常 一个曾经在自己艺术世界里的艺术家 他必须有自己监信的东西 他才能够一往直前 所以刘晓东曾经跟陈丹青说 我不能看太多的作品 我怕我看太多了就画不出来了 可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不代表他就是一个优秀的老师 我这么多年的学画经验 应该可以很好的印证这一点了 艺术家和老师是两个很不同的职业 前者成就自己 后者成就别人 我过去的绘画学习道路上 碰到了各种曲折和困惑 在我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记忆 我看过太多的学生和朋友 被老师折磨的死去活来 他们并非不努力 老师们也并非没有认真教 但是大家都很痛苦 因为绘画教学这个行业太粗糙了 这个行业的教学方法体系极其落后 而它落后的根本原因 就是这个绘画的知识 体系本身就是落后的 我们最大的误解 就是以为绘画是一门系统的学科 但真相就是绘画 从来都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绘画技巧 摄影技巧 构图技巧 等等一切跟识别艺术相关的技巧 本质上都只是经验的总结 它们不具备完善的逻辑框架 所以许多人对绘画充满了幻想 他们以为学了绘画以后 自己的审美就提高了 他们以为绘画里有什么了不得的 配色技巧和构图技巧 他们以为在提高审美的道路上 是有一些所谓的经典教材或知识 在那里等着自己来学习的 我今天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没有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绘画界目前还处在 刘顿没有诞生之前的物理学一样 这是一片混沌的学位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和方向的学位 但是以后也不会有 这就是艺术的数目 因为真正的艺术是只属于个人 就像我之前视频里说的一样 艺术的特点就是没有答案和标准 具体的理由和逻辑 我不在这里再反复述说了 一旦你明白这个逻辑的起点 就应该清楚 审美的提升 是不可能从某种标准的答案和知识里获得的 想要得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 审美的提升是一个属于每个个体的独特道路 这就是我做这个审美课的原因 我没有给你们答案 我给的是过去已经存在的答案 以及能够探索自己内心需求 和获取那些技巧的方法 这个审美课是一整套帮助你找到自己审美的方法论 在我刚开始做教学的时候 我还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关于老师的职责和方法 我进入这一行的初衷 只是想服务年幼时被绘画折磨的自己 我一直幻想着我能做出一套好的课程 让当时年幼的我在学习的道路上不那么困惑 所以在最初的课程教学里 我的所有知识点都是讲给自己听的 学生们把钱给我了 我当然要直接给答案吧 这样才是最好的 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这不对 因为我的经验不可能覆盖所有人的需求 当寻找我的学生越来越多时 我遇到的问题也开始越来越多 我渐渐意识到 就像家长不可能一直为孩子解决问题一样 孩子总是要长大的 于是重新去看心理学的书 看管理学的书 看各种艺术类的书籍 寻找教育的意义 寻找艺术的价值 最后我发现他们是高度重合的 他都是为了死人成为人 死你成为你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你成为自己的道路上 为你减少一点点阻力 每个人都有成为自己的动力 你会解决问题的 于是对于艺术的探索 逐渐从最开始想要构建一套 晚点的知识体系框架 转变成了提供一整套探索世界的方法 这就是我这个审美课的意义 在你寻找自己思绝艺术风格的道路上 为你减少一点点阻力 让你以一种更系统的方法来探索 学完这套课程 你未必清楚道路到底在何方 但是你身上多了一点探险的装备 不至于迷茫时毫无准备 我能够提供的就是这一点小小的安全感 这些探索工具在你寻找自己审美的道路上 大概率是用得上的 这三个阶段的课都是直播完以后配好字幕 供你们反复观看 有问题或者想法呢 就在课后微信直接找我 我们互相交流一起学习 但是不要期待我能及时回答 不要期待我这里有什么正确的答案 因为我有自己的生活 我在停下来的时候肯定会来看手机的 虽然我们用的是手机微信 但你就想向我们两次再互相写信就好了 写信嘛 总是需要一点延迟的 另外 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也是在这个道路中探索的小白 你找到我 不过是两个深受困扰的人 互相在交流心得和困惑而已 好让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 显得不那么孤单 但最终这条道路是要你自己一个人走到头的 没有人可以陪你 不论你经历多少痛苦和喜乐 这些都将由你自己一个人品尝完 艺术是独属于个人的道路 在这个只有你自己的世界里 你做的一切选择都是你艺术道路的注解 大胆前进 这条道路上没有错误 每一个过程都是结果 如果你刚好看到这个视频 也刚好想找我来交流或者学习 那也只是缘分死然 做这个课程是我自己的死命 我做完以后会把所有的内容都写成书稿 找愿意出版的出版社来出版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视频里说的这些付费内容 你迟早都会免费看到的 除非你已经被这问题折磨的十分痛苦 等不了那几年了 有很多粉丝说 也不是非要看我的课程 就是想付费支持我一把 其实那也不大可不必 心意和认可我都领了 所以在我接下来这几年直播上课讲解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内容时 如果你仍然是愿意来帮我们学习的 那就说明你是一个被审美问题困惑已久的人了 假如你现在刚好有一点钱和时间 也想来和我交流学习 那就来吧 带着问题来 带着困惑来 带着你的痛苦来 这让我们能够交流出更多的东西 也能帮助我把内容做得更好 我明年会开启第二阶段的内容直播 但是在那之前你需要把第一阶段的内容先看完 不然到时候上课之前你可能缺了太多的背景信息 以上就是对审美课三个阶段的规划和介绍 感兴趣的可以扫码加我好友来咨询报名 感谢你们看到这里 我是喜欢分享绘画问题和知识的维维老师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